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原副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 上网课就用原副导 云南白药集团气血糠口服业 植物不易改善神卷乏力 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糠口服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听完您的开讲 感觉这当中既有植物营养学的这种神奇和奥秘 但是也有用技术帮扶农民 帮助他们脱贫 帮助他们迈向未来更幸福生活的这种温暖和感动 我们感到很幸福 乐在其中自下其乐 但是最后也是预兵同乐 但您在开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在通过网络 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让网友一直在参与进来 我的这个直播助理小V 一直在直播间陪伴我们的网友 小V你好 来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是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有什么问题啊 小V觉得特别有意思 当然是一直研究植物营养 网友朋友们就觉得 您对自己的饮食是不是也是特别的在意呢 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营养食谱吗 您那么在乎植物营养 您和家人吃东西肯定也特别讲究吧 没有食谱 所以多吃点豆温植物 更营养更健康 这也是我从小跟着我父亲学的一个道理 他是老中医 所以一般就说 要食同源 要食同源 所以别的不敢说 至少我觉得张员是这一点建议 大家应该听一听 因为确实平时这个吃骨类比较多的 要注意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的补充 现在全球二十亿人是隐性饥饿 隐性饥饿就是微量元素 维生素什么这些缺乏的人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压健康 我经常会开玩笑 说我就是减刑的 吃面长大的 因为我们陕西 面条馒头 没有蔬菜没有肉 微量元素的来源就是靠面里面 所以面里面的星含量比较积 所以我就缺星 我本来长1米8的个子 结果长了个1米6 缺星影响胃口 然后影响你长个子 引起一系列的营养健康问题 所以小V转告我们的网友 一定要注意饮食的这个营养的均衡搭配 好的 接下来还有个问题很有意思 我相信是很多观众内心的一个疑惑 现在好像一说化肥 一说农药 老觉得是不健康 就大家现在尤其城里人 自己又不种菜 所以大家就老是奔着 好像觉得有机就是最健康最安全 一听有化肥有农药 那都不行 是这样吗 有这么绝对吗 实际这个问题是个误解 因为植物健康 人就健康 对 那么怎么让植物健康呢 你不能让它缺营养 但是你也不能让它吃得太多 对 所以要不多不少 正合适 大家都会误解 因为化肥 大家觉得是个化学品 对 是化学工业合成的东西 所以就认为这个东西不好 实际上化肥是没有毒 没有任何坏处的 如果没有化肥 我们全球就不可能养活这么多人口 对 尤其中国 尤其中国 对 就是因为二世纪发明了 合成安的氮肥 然后后来磷肥 甲肥 其他的肥料 都耕作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的土地生产力 才大幅度的提升 我们在现有的耕地上 就可以养活这么多人 化肥本身 只要你用得合理 它没有任何危害 只有你用得多了 最后它跑到环境里面 对 会造成危害 所以我们少不了化肥 但是我们更需要 科学思肥的知识 然后把好东西也用好 曾经有人说过 说你上街去买菜 就买那种长得最小 最丑的 那一定是没用过化肥 没打过都要 但是你恰恰忘了 那些长得最小最丑的 可能它本身的营养成分 也是欠缺的 对 所以只要量用得对 实际上对于农业的生产 对于人们的饮食来讲 是有好处 对 所以小B 听了这些知识之后 我相信对于未来 咱们的很多观众 包括网友朋友们 在选择自己生活 摄入营养方式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启示 而且也打消了 大家很多的顾虑 和过去的误解 没错 幸福太大了 长知识了 谢谢 谢谢小B 也谢谢我们的网友朋友的陪伴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张院士 谢谢小萨老师 再见了 再见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 六位青年代表 第一位 你好 萨老师好 张老师好 你好 我叫王小易 然后今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 跟着张老师一起 做了三年的科技小院 你就在做科技小院呢 对 他做的那个葱是葡萄葱 所以他包了葡萄 给你点赞 谢谢老师 那我刚才张老师 在演讲当中也提到了 我们也会去做一些扶贫的工作 那么在扶贫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会有这么一种情况 有的时候就怎么扶也扶不起来 就有一点破罐子破摔的想法 我们科技小院 实际上是一个精准扶贫的一个模式 因为我们住在村里面 我们就了解这个贫困户 它到底为什么贫困 然后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帮它扑贫 让它把机部卖出来 就你刚才说的 很多时候它是因为思想上有障碍 起不了步 所以我们一般第一招建立信心 能看见效果 对 能看见效果行 我这原来挣了这么多年 我挣不好 你给我能挣好了 那我就愿意尝试其他的东西 接着就是帮它 你如果学会了这个技术 你能不能把这个技术 就在更大面积上产生更多的效益 比如说我们在基林的通雨 那个农户 贫困户 他过去一公顷计就生产一万斤左右的玉米 成本都收不还来 所以他没有信心 我们给他引进了水飞计划技术 然后引进了测土配方式飞计数 他的产量一下上到了两万斤 他自己就信心了 他就敢去带别的贫困户 承包更多的土地 他带了十个贫困户 他要求他每个贫困户再带三户 像今年他就承包了120公顷的土地 那他今年广玉米这一项的收入 上百万呢 我前一前在那开现场会 两口子激情极高 现在你都看不出来是个贫困户 我觉得我们科技小院 在精准扶贫里面 在扶制上 应该有它特别的作用 信心不是凭空建立的 信心是你一定要做些什么事 让他看到改变 让他能够知道 原来这事我也能做得到 他这个信心自然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任重道远 所以说想要呼吁大家 能够更多的参与 我们的中国农业试验上来吧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下一位 你好 赛老师好 赵老师好 你好 其实呢 我是一名大象饲养员 我的每天的工作呢 就是给大象呢 喂食洗澡 遛弯 也会给它铲食 这些大象的粪面 含有大量的植物纤维 因为它的消化系统并不是很高 基本上只有40%左右 比如说大象吃300斤的食物 要排200斤的粪面 吃300斤排200斤 是它一天呀 对对对 我这量大 一天排200斤 相当于拉出两个我 所以你要从我植物营养的角度来说 大象就是我们一个肥料的生产机器 真是 对对对 所以那你们现在这个 每天这200斤的分量怎么处理呢 全部都是无共害处理掉了 附近没有农民用吗 没有农民 你可能拿去种香蕉就是很好的肥料 好东西浪费了 大象又吃香蕉 对 它自己拉完之后再种香蕉 对 动物园可以节省很大一笔开支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以现在的这个鲜纳工业这么发达 对于肥面这么有机肥料 还用得多吗 怎么样能变为宝 几千年的中华龙根文明 实际上就有机肥在里边的作用 对 是非常非常重要 过去哪有化肥呀 对过去没化肥 我们就是靠 灸肥 在堆肥 然后我们用这个草木灰等等 这些植物的产品 作为肥料 让中华文明延续了几千年 但是呢 有机肥 它因为体积大 养分含量机 使用起来不方便 所以化肥 因为浓度高 然后 有效性 又快 再加上有机肥可能会有臭味 对 所以化肥就期待了一部分的有机肥 我们现在起场 有机无机结合 对 我们认为有机无机结合是 中国肥料发展的方向 因为有机肥第一个 它的营养比较全 化肥你是哪个元素就哪个元素肥料 对 但是有机肥里面各种元素都有 有些你可能根本还没诊断出来 你都不知道缺的那东西 它不就补上了吗 对 第二个呢 有机肥能够赔肥土壤 你土壤 使用有机肥可以带来更多的碳 让土壤变得更肥物 我们鼓励大家 使用有机肥 对 更鼓励大家有机无机结合起来使用 尤其大规模农业生产 对 你要用有机肥的话 确实比较麻烦 它得找多少头大象 对 但是如果这种结合 包括现在有一些小的有机农庄 一般来说 经济价值比较高的经济作物 对对对对 经济作物 有机农庄 老百姓比较喜欢用有机肥 你可以考虑 跟你们那个单位领导 也建议一下 这么好的东西 随随便便就做了无公害处理 有点浪费 看看以后想想办法 能不能跟周边的这个农业生产 结合起来 让好东西发挥到作用 好的好的 谢谢 下一位 那个萨老师 因为您是主持人嘛 所以我想您对汉字 肯定是很了解 不敢说 我又不是康辉 因为咱们主持人念错字 是要罚钱的呀 这个伤痛你就不要提了 所以说我就是 所以你想让我这个月 再多罚点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你知道 我估计你想考我什么东西 考考您 这个字您怎么念 这个字 这个字我猜一下 因为这个字是农耕的 左半边 左半边 我猜这个字可能念耕 回头我给您转一下 这个进入的罚款 张老师您认识这个字吗 我不认识 我念不出来 你看这就是科学家 人院士就是不一样 院士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不像我不认识 还猜 猜完之后还说错 说错以后还扣钱 那这个到底念什么呀 这个字我们念蕾 因为我们古代有个农具 叫蕾寺 在古代的这个文字 可以一下子看得出来 它的形象是一个农具 这象形文字 最早就是从图案来的 它作为这个偏旁扶手 一直贯穿了我们 现在的很多这个字的 重要的意义 所以你到底是研究什么的 我是咱们那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师所毕业的研究生 我是研究农史的 农业史 我的专业研究呢 基本上就是测重于在我们这个文献和点击里边 那个梳理 整理我们这个古代农耕的这个智慧和经验 那张老师您几十年来深入农村 也是见证了我们农村的这种改革 那感觉今天的农民除了这种增收啊 除了科技 您觉得还有哪些新的需求 急待解决呢 因为我我从小在农村长大 后来又学农业做农业 这几十年下来以后 我觉得现在变化非常非常大 我在农村的时候 我们就两项工作 搞吃的搞烧的就这两件事 找燃料 找食物 搞食物 上了大学才第一次吃饱 但是现在你到农村去 大家不愁吃了 它开始追求更好的生活 追求自己的中年 我在四川简阳一个科技小院 有一户农民 我们在那儿做有机水稻 结果呢 他就要种有机蔬菜 那个有机水稻好做多了 蔬菜特别难做 因为虫子病什么都 很难防治 但是呢 他做成功了 做成功以后 我就问他呢 我说你种那么好的菜 卖多钱 他说我没卖 他说我送给我孩子 跟亲戚先吃了 要是过去我拿着好东西 赶快赚点钱 对不对 换点别的生活用品 现在不是啊 现在让家里人过得 生活品质的体谱 对 那么我现在感觉到农村 除了那些 房子啦 道路啦 什么农村 那些基本条件的变化以外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 一部分农民 真的热爱农业这个职业了 参加我们科技小院那些 科技农民 他们的很多厂造发明 连我们可能都想不到 你比如说东北 我们在基岭 农民那个街杆 怎么把它收起来 人家就厂造了这个 把它弄成笼 然后收起来的这个机器 农民这个职业 应该是有中严的职业 应该是这个社会风光里面 值得人们宗正的一个职业 你要说未来农民的需求 就是有一批农民 将来他们变成科技农民 甚至变成了家庭农场的农场主 变成种植企业 或者农业生产企业的企业家 很快我们都会进入这个阶段 谢谢张老师 谢谢您 下一位 张老师好 小萨老师好 你好 我叫冯可阳 两位老师先看一个图片 考考两位老师 这回不罚款吧 这回不罚 这是来自于我国 四个地区的土壤泡面 两位老师可以猜一猜 它们分别来自于哪里 四个地区 红土我知道 应该是西南地区多一些 南方的 对 云南什么的 种茶叶比较好 对 因为红土是酸性 对 另外三个您回答 我只认识那一个 你这个里面一个是南方的红壤 这个之间这个是东北的黑土 这是黑土 那个应该是个冲击土 感觉像 河流的冲击土 你看那里面有河的那个沙子什么 是 然后这个应该是水道土 有点像沙漠戈壁的感觉 对 我觉得红壤 然后水稻土 然后草原的黑土 然后河流成绩土 是的 是的 四个土壤 青海奇连的干旱土 内蒙通辽的黑盖土 湖北通城的人围土 和海南海口的铁铝土 哇 我现在是南京土壤研究所的研究生 其实我们挖土也是有目的的 就是为了得出 我国高精度的土壤颜色地图 然后因为我们又知道 土壤颜色是可以非常直观地 表示出土壤的肥力 和土壤的属性 所以说一个地方 它有什么样的属性酸碱度如何 它有机制含量是有多少 都可以用数据图来表示 就地图我们可以做地形图 对 是吧 你可以做什么 颜色图 各种成分的含量图 然后它是用这个土壤 来把这个中国的土地 每一个区域 对 颜色给它做出来 给它做出来 都说万物土中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那么我想问一下张院士 您作为农学家 对于土壤的感情是什么样的呢 土壤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因为气球表面 就这么薄薄的一层的土壤 才有了生物圈 所以我们说土壤是基础的皮肤 不带95%的食物来自土壤 而且土壤还要给我们保水 调节气候 保持森林多压性等等 如果土壤丧失了 那么人类的文明也就没有了 从我本人来说 那我就认识更深刻了 因为我做植物营养 没有土壤就没有植物营养 所以土壤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不但要认识土壤 利用土壤 我们还要好好地保护土壤 在全国的科学分类里面 土壤学很基础 也算比较冷门 但是我们全国还是有一批 有志之士 一直在从事土壤学的研究 所以土壤对我们人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讲 土地所蕴含的意义 绝不仅仅只是自然界的一种物质 它是包括了中国人所有的情感 甚至对家乡 对生命 对于祖先 对于未来的希望 所有的一切情感 或许都能用一盆土来表达 所以它承载着文化 承载着文明 对 非常重要 好的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在今天节目的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观众写的小纸条 我觉得特别适合作为一个礼物 送给您和您的团队 这个观众说 张院士 您研究化学肥料 正好我是化学专业的学生 我想用三种化学元素 连成一个词 送给您和您的团队 叫做一克心 一是一种贵金属 对 在这里呢 我的寓意是一种巨大的努力 克 他说克是一种惰性气体 很难被其他的东西撼动 所以象征着您和您的团队 面对困难挑战 坚韧不拔的精神 而且它的读音 也象征着你们克服困难的 这种勇气 最后 心 心您肯定更熟悉了 是一种植物必须的微量元素 对 这三个元素连在一块 就是一颗心 感谢您和您的团队 这么多年来为农业生产发展 为这些农民的脱贫致富 也为了未来更幸福 美好 健康的生活 付出的一颗心 谢谢您 非常感谢 太好了 谢谢您和您的团队 也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 这场精彩的开讲 谢谢 感谢收看本期开讲 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